玫瑰座瘡 玫瑰座瘡是一種很常見的皮膚病 因為它跟暗瘡和皮膚敏感都很相似 所以很容易被誤會 今天很開心請到皮膚科專科林家文醫生跟我們說說 林醫生你好 你好 首先想問一下醫生 其實什麼是玫瑰座瘡 它多數出現的部位在哪裡 還有其實會不會有什麼種類 其實玫瑰座瘡是一種面部容易泛紅 感覺著灼熱的一種常見的皮膚病 這種皮膚病很多時候發在30歲以上的人士 而女士就會比較普遍 很多時候初期患者會覺得皮膚白淚透紅紅粉飛飛 但每晚皮膚情況越來越嚴重 長期皮膚泛紅 甚至乎有時會出現憂診或很敏感的情況 本身這個病的成因 醫學上暫時未很清楚 但一般相信是皮膚面部皮膚的血管失調而引起 導致皮膚血管充血泛紅的情況 有些人說可能是因為遺傳 有些人說是因為免疫系統的問題 也有些人說是因為皮膚的無浪滿蟲真身引起 有很多可以刺激玫瑰座瘡的原因 我們已經知道的 包括很熱的天氣 空氣不流通 或者吃一些辛辣的東西 吃一些熱的東西 情緒、壓力 又或者喝酒 或者外逃淚固醇 其實都會引起玫瑰座瘡 有些人會以為這個情況是濕疹 而亂塗淚固醇的藥膏 反而會令病情更加惡化 想問一下 其實你剛才說過玫瑰座瘡 其實它是否有分不同的種類 沒錯 其實玫瑰座瘡是分為四大類的 第一類就是泛紅型的玫瑰座瘡 即是臉部經常泛紅、卓熱 第二類就是一些座瘡型的玫瑰座瘡 通常患者會發覺臉部除了泛紅之外 會有些憂疹 有時會有些龍泡仔茶產生 而第三類就是走遭鼻類的玫瑰座瘡 通常鼻的皮膚會變得很粗糙 甚至乎鼻會變大 毛孔會變得非常粗大 還有眼睛泛紅型的玫瑰座瘡 眼部會變得很敏感 經常覺得眼裡有異物 有時會泛紅流眼水 甚至乎生眼瘡 其實玫瑰座瘡和一般我們認識的皮膚敏感 或者暗瘡有什麼明顯的分別呢? 剛才提到玫瑰座瘡患者通常是30歲或以上 而女性又居多 但暗瘡患者一般都是青少年 男女都可以影響 而濕疹是任何年齡的人士都可以幻想 至於患上皮膚問題的位置也有所不同 玫瑰座瘡患者通常患處是臉頰兩邊 和鼻的位置 而暗瘡通常是T字位或下巴比較柔的地方 而濕疹是面部任何地方都可以幻想 甚至乎眼皮這些位置 不過玫瑰座瘡就比較少發生在眼皮這些地方 還有 本身皮膚的症狀也很不同 本身玫瑰座瘡患者面部會覺得灼熱 很敏感 有時會痕癢 面部泛紅引起一些幽疹 但又不會有黑頭白頭的情況 而暗瘡皮膚會很幼 毛孔會粗大 有黑頭白頭和幽疹 而濕疹的人士皮膚會有些乾疹 通常會痕癢 有些不舒服、赤痛 但通常會有灼熱的情況 其實在說玫瑰座瘡的治療方法 可能都會用到激光、彩光的治療 那其實是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呢? 其實不是人人都可以用的 要看回患者的類別 通常激光或彩光對泛紅型或微絲血管型的玫瑰座瘡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對於一些優疹型相對沒有那麼好的效果 如果皮膚太過敏感的人士 也不能馬上去做激光或彩光的治療 也要看回皮膚狀況才可以決定 除了激光或彩光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什麼方法去治療玫瑰座瘡? 現在玫瑰座瘡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治療 可以控制好病情 但也要根據患者患上玫瑰座瘡的類型 去決定用哪種藥物或治療方法 首先就是泛紅型的玫瑰座瘡 其實可以用外途的α2腎上腺受體促進劑去收縮血管 通常日間塗上去就可以控制臉紅的情況 但到晚上的時候泛紅情況可能會恢復 另外如果純粹泛紅或面部很多微絲血管型的玫瑰座瘡 就可以用彩光或激光等治療方法 通常一個月做一次治療 大概三四次度就會有不錯的效果 而一些幽疹型的玫瑰座瘡 初期可以考慮一些外途的藥膏 例如外途的抗生素 又或者外途的杜鵑花酸 剛剛提到其中一種成因 玫瑰座瘡就是一種無狼滿蟲真身的情況 現在也有一種對抗無狼滿蟲的藥膏 對這種類型的玫瑰座瘡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一些比較嚴重的患者 可能要有些口服藥 包括一些口服抗生素 或者口服的A酸 都可以將病情控制下來 而眼睛類型的玫瑰座瘡 就可能要看眼科醫生 而一些走租鼻類型的玫瑰座瘡 就可能用磨皮色的激光 去改善皮膚的外觀問題 如果患者在洗臉或護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非常多事情要注意 在洗臉的時候 首先不要用太熱的水 盡量用一些室溫水的洗臉 去洗臉的時候 也不要太大力去搓臉 而且用的洗臉的護膚品 也要盡量選一些溫和一點的 還有選一些不要有酸性成分 以及不要用一些磨砂去清潔臉部 除了洗臉之外 其實護膚方面也有很多事情要留意的 用的護膚品就盡量不要用到 剛才我提到的酸類產品 例如果酸、A酸、A醇類的產品 都要小心 因為有機會都可以誘發玫瑰座瘡 同時在護膚方面 每一天一定要塗上防曬霜 而防曬霜的度數 盡量要有SPF30度或以上 覆蓋整塊臉和塗的份量都要足夠 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想預防玫瑰座瘡 醫生有沒有什麼預防小提示 可以給我們 因為玫瑰座瘡暫時在醫學上 沒有斷尾的方法 所以患者平時都要注意日常生活的習慣 去改善和控制病情 低壓生活、多些運動 都可以減少玫瑰座瘡復發的機會 還有就是平時做運動 其實也要留意 盡量做一些不太高溫的運動 還有如果運動完後很熱的話 盡量快點去洗澡降溫 或者一些涼一點的地方 穿少一些衣服 都可以幫助玫瑰座瘡 沒有那麼容易復發的 還有飲食方面 新辣的食物 又或者一些熱的東西 盡量放冷一點才去吃和喝 都可以減少玫瑰座瘡復發的機會 但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患者 她玫瑰座瘡的誘發原因 都各有不同 其實我會建議患者 自己去留意一下 有沒有一些會刺激她玫瑰座瘡復發的原因 針對這些原因去預防 就會成效更加好 如果大家想預防玫瑰座瘡 就要記得維持健康的生活 少點壓力、多點休息、注意防曬 我們今天謝謝林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